我身后这里是一口面积比较大的三塘 这个三塘是我一个大伯家的 这几天我们这边一直都在下暴雨啊 然后大伯因为没有在家里 今天叫我过来这边 看一下这个仪塘的情况 看一下有没有涨水 有没有已跑出去啊 来到这边之后 看到这个仪塘里面的水 确实是已经涨了蛮多的 我们继续圆着这个仪塘边 再检查一下 看一下哪里有没有漏水的地方 大伯家的这个三塘位置还是比较高的 这边就是农田 然后上来这里就是他家的三塘 三塘这一边我看了一下是没有问题 之前他在这边用这个油纸袋 做了一些防复措施 所以说这边是没有出现漏水的问题 那边就是一个出水口啊 那边用网网起来了 然后在这边周围看了一下啊 在那个位置发现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不知道有没有漏水啊 上来这边之后 发现那里确实是有个很大的缺口啊 以前这边是没有这个水的 不过现在可能下了雨之后啊 这边都已经涨水了 然后在这边我发现有很多鱼啊 都是从这个鱼桃里面跑过来的 在那边很多鱼很多鱼 看来情况非常的不乐观啊 看来情况非常的不乐观啊 在这边发现一条 你看这么大的鱼鱼啊 都已经晒成干了 哇塞 我们继续往前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超级大的缺口 哇 这边还发现有死鱼 你看 也死掉一条 哇塞 走天一看 发现情况非常的不乐观 然后在那个位置 听到有很大的下水声啊 估计那里会漏水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漏水点啊 看这个样子 估计跑了很多鱼出去 这里的水特别大 而且这里有冲刷过来的 哇在那个位置又发现一条很大的死鱼 那一家地方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白白的 比较很大的草鱼死掉了 估计啊 在这个 帮贝的农村里面 还有很多鱼跑掉了 在岸边这个浮水帘下面 这里也藏了一条死鱼 估计也是一条草鱼苗来的 看这个样子 情况非常的不乐观 我永远的看啊 在那个地方 就已经有好几条死鱼了 如果再下雨的话 大伯家这个 鱼汤 这个堤坝啊 估计就会塌掉了 因为在这里有很大的漏水 可以听到有这个声音啊 赶紧要打电话给这个大伯 叫他过来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要怎么把这个水堵住啊 因为 大伯家这个鱼汤是比较高的 这边就是一个低洼的农田啊 像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 能够 防止这些 堤坝能够漏水 这期视频就先录到这里 我们也回去了 赶紧跟那个大伯说一下 拜拜